潮汕地区有一种称之为珠花园的成人礼习俗,这是一种象征儿童正式迈向成人阶段的成人礼之一。 山打根潮州工会较早前特意为15岁至18岁的青年举办了一场珠花园活动,让青年及家长们好好体验潮汕地区特有的习俗,沙巴新中日报特写,这一期会带大家介绍珠花园习俗。 珠花园 寓意着孩子在满续岁15岁时,家长就要将孩子牵出花园,让孩子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意识。 这项仪式一般会选在农历7月初期举行,珠花园其实提醒孩子成年后要面对世界,承担,并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。 不过,世界各地的除花园大同小异,但穿红木鸡和咬鸡头可说是仪式中必不可少,甚至是仪式中的重重之重的一环,绝不可早早了事。 这一切都跟潮州状元林大清有关。 穿木鸡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穿上就是有一个好像走出来好像官,好像官学这样,然后就是希望表示就以后可以做官,然后就未来会好一点了。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咬鸡头,这也是最重头,最重头是比较重一点的,其实咬鸡头这个来源是在据说以前的一个状元就是查询,他就是因为家里贫穷了,没有的上学,没有的念书,然后父母就是我们所说的,就是就算穷都不能穷教育了。 大家就是筹了一点钱,就为这个他孩子去念书,然后他们去上学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穿红鞋子的,那红鞋子就是穷嘛,就是没有人没有钱买的鞋子,那父母就想到,哎就去买一个便宜的那个木鸡,然后木鸡没有红色,他就就拿去那个油漆拿去涂红它,就给那个小孩子去上学了,这样。 那上学的时候呢,他看到有一个老人,老子,就是在路旁那边抱着一个攻击,和一个对联,那个对联就是一边有对联,一边就没有对联的,他要这种路过的人就是要对他联,如果对好的联呢,对好的话,他就会送一个攻击给他, 好,然后对不到的话,他就要那个路人的就是陪他一张那个对联的红纸,然后大清就走过,就站一站就看这个对联,怎么样接下一个对联,他就接到,接到就,老子就,哎,很好,你对了,他就送这个公鸡给这个大清,那清就抱这个公鸡回去回家了,就交给他爸爸,爸爸就是拿这个公鸡就煮熟了,就长那个鸡头了, 就鼓励,奖励给他的孩子了,就意味着就是,出轮头地,有这个意义这样的了,过了之后,大清真的去考状元,他真的考上了状元,就扬明天下了,然后就是,以来就是朝人,就是意味着咬鸡头,就是有一个好鸡头了,未来就会做官啊,好鸡头这样子,除了刚刚描述的穿红木鸡,以及咬鸡头以外, 孩童在出花园之前,还必须得先进生才能出户,出花园当天吃的餐点,也颇有研究,必吃五碗头,花童在与家人进餐时,每道菜都得先吃,而且必须每一道菜都至少尝一口,以获得好运,之后,家人才可动快,走完了所有仪式后,花童立茶与父母亲,喝下感恩茶,之后在父母亲的带领下,走出花园,完成转大人仪式, 那么,关于出花园,是象征着什么呢? OK,其实我们这个潮州文化,其实已经蛮久了,其实在我们这个,在这个马来西亚潮州公会,总和会那边是,他们就是,向我们推广,直接推广这个我们潮州文化了,就直接传销下去, 这个,其实是我们的,一个潮州的成人里来的,就是叫做出花园仪式了,就是给我们的这个,潮州子女,满去满的五岁,就为这个,我们的小孩,做一个成人里了,就是,好让他们,这个时候就是, 就是,呃,准备了,踏入,呃,试会,哦,就是要有成人的,呃,做一点,就,责任感了,这个东西了,啊。 这样子,关于你,你对这个城门里有什么,呃,期许或者期待,这样子吗? 呃,当然我们,呃,希望这个,呃,遗传下去,哦,呃,虽然就是说,其实这个仪式是在以前是蛮,呃,很公众的,有很多仪式,但是就是我们,就是到现在,我们就一点有些就简化了,哦,就是希望就是,其实我们也是想,呃,继续传下去,明年再继续, 呃,推广的东西,好让我们,就是下一代的,呃,年轻,呃,会了解,呃,知道,而原来有这个,这个,这个出欢仪式,因为去以前的,就是公共活活动病这样的仪式,但是我问过长辈他们,他们有些都有做的,这个仪式其实是,以前是在家里家住自己做的,自己办办,我们就是要,呃,推广一下,让下一代,呃,了解一下这个,这个,这个,这个传统嘛,是蛮有的, 那么,对于这次出花园活动,参与的家长都有什么反应呢? 我觉得主办当局举办的很好,啊,很有意思啦,没有什么需要改进啊,环境啊,程序啊,都做得很好 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给予他们小孩跟他们的父母更加有亲密的活动,那么将来我觉得这种他们的感情会更好,这种活动我觉得是很值得每一个工会啊,不只是潮州啦,各家可能他们都能够去,呃,学习,去办这样的活动,真的很有意义 好 这一期的特写就到这里结束,更多文字报道,请留意沙巴星洲日报 沙巴星洲为您报道 沙巴星洲为您报道